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臣府就套 王熙凤笑戏才搬衣 却说贾真贾连 暗暗预备下大剥了的钱 听见贾母说赏 他们也忙命小四们快撒钱 只听满台钱响 贾母大悦 二人碎起身 小四们忙将一把心暖银壶 递在贾连手内 随了贾真驱至里面 贾真先至离神上 躬身取下杯来 回身贾连忙针了一盏 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 也针了 二人忙起身笑说 二位爷请坐这罢了 何必多礼 于是除刑王二夫人 满席都离了席 据垂首旁市 贾真等至贾母踏前 因踏矮 二人便屈膝跪了 贾真在先捧杯 贾连在后捧壶 虽指二人奉酒 那贾桓弟兄等 却也是排班暗序 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 见他二人跪下 也都一溜跪下 宝玉也忙跪下了 史湘云敲推地笑道 你这回子又帮跪下做什么 有这样 你也去争一心酒 起不好 再等一会儿子再争取 说着等他二人 争完起来 方起来 又与行夫人 王夫人争过来 贾真笑道 妹妹们怎么样呢 贾母等都说 你们去吧 他们倒便一些 说了 贾真等方退出 当下天位二谷 戏演的是八亿钟 关灯八出 正在热闹之际 宝玉因下席往外走 贾母因说 你往哪里去啊 外头爆竹厉害 仔细天上掉下火纸来烧了 不往远去 只出去就来 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 于是宝玉出来 只有摄月秋文 并几个小丫头随着 贾母因说 席人怎么不见 她如今也有些拿大了 单指使小女孩子出来 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 她妈前日没了 因有热笑 不便前头来 贾母听了点头 又笑道 跟主子却讲不起 这笑与不笑 若是她还跟我 难道这鬼子 也不在这里不成 劫阴我们太宽了 有人使 不查这些 竟成了力了 凤姐忙过了笑回道 今儿晚上她便没笑 那园子里也须得她看着 灯竹花炮最是单显的 这里一唱戏 园子里的人 谁不偷来瞧瞧 她还细心 各处照看照看 况且这一散后 宝兄弟回去睡觉 各色都是齐全的 若她再来了 众人又不惊心 散了回去 铺盖也是冷的 茶水也不齐备 各色都不便意 所以我叫她不用来 只看屋子 散了又齐备 我们这里也不担心 又可以全她的礼 岂不三处有意 老祖宗要叫她 我叫她来就是了 家母听了这话 忙说 你这话很是 比我想得周到 快别叫她了 但是她妈几时没了 我怎么不知道 前儿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 怎么倒忘了 家母想了一想 笑说 想起来了 我的记性竟平常了 老太太哪里记得这些事 家母阴幼叹道 我想着 她从小服侍了我一场 又服侍了 又服侍了云儿一场 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 亏她磨了这几年 她又不是咱们家的根生土长的奴才 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 她妈没了 我想着要给她几两银子发送 也就忘了 前儿太太赏了她四十两银子 也就是了 这还罢了 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死了 我想她老子娘都在南边 我也没叫她家去守孝 如今 叫她两个一处做伴儿去 又命婆子将些果子菜传 点心之类 与她两个吃去 琥珀笑说 还等这回子呢 她早就去了 说着 大家又持久看戏 且说宝玉一进来至园中 众婆子见她回房 便不跟去 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讨火 和管茶的女人偷空 饮酒豆排 宝玉之院中 虽是灯光灿烂 却无人声 奢约道 他们都睡了不成 咱们悄悄地进去 吓他们一跳 于是 大家涅足前宗地 进了镜壁一看 只见席人和一人 对面都歪在地炕上 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 宝玉只当她两个睡着了 才要进去 呼听鸳鸯叹了一声 说道 可知天下事难定 论理你单身在这里 父母在外头 那年他们冬去西来 没个定准 想来你是不能送钟的了 天生今年就死在这里 你倒出去送了钟 习人道 正是 我也想不到 能够看父母回首 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 这道也算养我一场 我也不敢妄想了 宝玉听了 忙转身 敲向摄月等到 谁知她也来了 我这一进去 她又赌气走了 不如咱们回去吧 让她两个 轻轻静静地说一回 西人正一个闷闷的 她心而来得好 说着 仍悄悄地出来 宝玉便走过山石之后 去站着聊衣 摄月秋文 接站住背过脸去 口内笑说 蹲下再接小姨 仔细风吹了肚子 后面两个小丫头子 知识小姐 忙先出去 查房预备去了 这里宝玉刚转过来 只见两个媳妇子 迎面来了 问 是谁 谁啊 秋文道 宝玉在这里 一大呼小叫 仔细吓着她 那媳妇们忙笑道 我们不知道 大姐下来惹祸了 姑娘们可怜日辛苦了 说着已到了跟前 摄月等问 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老太太上金花 二位姑娘吃的 秋文笑道 外头唱的是巴异 没唱混元盒 哪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 宝玉笑命 接起来我瞧瞧 秋文摄月忙上去 将两个盒子揭开 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 宝玉看了两盒内 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 国品菜传 点了一点头 卖步就走 摄月二人忙胡乱 治了盒盖 跟上来 宝玉笑道 这两个女人倒和气 会说话 她们天天乏了 倒说你们连日辛苦 倒不是那惊弓自罚的 摄月道 这好的也很好 那不知理的也太不知理 你们是明白人 担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 一面说一面来自圆门 那几个婆子虽吃酒豆排 却不住出来打探 见宝玉来了也都跟上了 来自花天后廊上 只见那两个小丫头 一个捧着小木盆 一个搭着手机 又拿着欧子壶在那里久等 秋文先忙伸手 向盆内试了一时 说道 你越大越粗心了 哪里弄得这冷水 小丫头笑道 姑娘瞧瞧这个天 我怕水冷 巴巴都倒的是滚水 这还冷了 正说着 可巧见一个老婆子 提着一壶滚水走来 小丫头便说 好奶奶 过来给我倒上些 那婆子倒 哥哥 这是老太太泡茶的 劝你走了咬去吧 哪里就走到了脚 秋文道 凭你是谁的 你不给 我管把老太太茶调子 倒了洗手 那婆子回头见识秋文 忙提起壶来就倒 秋文道 够了 你这么大年纪 也没个见识 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 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 我眼花了 没认出这姑娘来 宝玉洗了手 那小丫头子拿小壶 倒了些欧子在她手内 宝玉欧了 秋文摄月也趁热水洗了一回 欧了 跟进宝玉来 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 也从黎沈薛姨妈珍齐 二人也笑让作 贾母便说 她小 让她珍弃 大家倒要干过这杯 说着便自己干了 行王二夫人也忙干了 让她二人 薛里也只得干了 贾母又命宝玉道 连你姐姐妹妹一起针上 不许乱针 都要叫她干了 宝玉听说 答应着 依依按死针了 至黛玉前 偏她不饮 拿起杯来 放在宝玉唇边 宝玉一气饮干 黛玉笑说 多谢 宝玉替她针上一杯 凤姐儿便笑道 宝玉 别喝棉酒 仔细手拆 明儿写不得字 拉不得供 没有吃棉酒 我知道没有 不过白嘱咐你 然后宝玉将里面针完 指出贾荣之妻 是丫头们针的 父初至郎上 又与贾珍等针了 坐了一回 方进来 仍归就坐 一时上汤后 又接线元宵来 贾母便命将戏攒歇歇 小孩子们可怜见的 也给她们些滚汤滚菜的 吃了再唱 又命将各色果子元宵等物 拿些与她们吃去 一时歇了歇 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 长走的女仙进来 放两张物子在那一边 命她坐了 将闲子琵琶递过去 贾母便问李薛听何书 他二人都会说 不知什么都好 贾母便问 近来可有天下什么新书啊 倒有一段新书 是残唐五代的故事 贾母问是何名 女仙道 叫做凤囚鸾 这一个名字倒好 不知因什么起的 先大概说说缘故 若好再说 这书上乃说残唐之时 有一位乡生 本是精灵人士 名唤王忠 曾做过两朝宰府 如今告老还家 西夏只有一位公子 名唤王西凤 这宠了我们凤丫头了 媳妇忙上去推他 这是二奶奶的名字 少混说 你说 你说 我们该死了 不知是奶奶的会 怕什么 你们只管说吧 重名重姓的多呢 这一年 王老爷打发了 王公子上京赶考 那日遇见大雨 进到一个庄上碧雨 谁知 这庄上也有个乡生 姓李 与王老爷是士交 便留下这公子 住在书房里 这里乡生 西夏无儿 只有一位千金小姐 这小姐方名叫做除鸾 琴棋书画 无所不通 家母忙道 怪道叫做凤囚鸾 不用说 我猜着了 自然是这王西凤 要求着除鸾小姐为妻 老祖宗原来听过 这一回书 老太太什么没听过 便没听过 也猜着了 这些书 都是一个套子 做不过是些家人才子 最没趣 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 还说是家人 编的连影也没有 开口都是书香门第 父亲不是上书 就是宰相 生一个小姐 必是爱如珍宝 这小姐 这小姐必是通文之理 无所不小 竟是个绝代家人 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 不管是亲是友 便想起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里也忘了 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 哪一点是家人 便是满腹文章 做出这些事来 也算不得是家人了 比如 男人满腹文章去做贼 难道那王法 就说他是才子 就不入贼情 一案不成 可知那编书的 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 再者 既说是 士患书香 大家小姐 都知理读书 连夫人都知书是理 便是告老还家 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 乃母 丫鬟 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 怎么这些书上 凡有这样的事 就值小姐 和紧跟的一个丫鬟 你们白想想 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 可是前言不达后语 老太太这一说 士皇都批出来了 这有个缘故 编这样书的 有一等度人家富贵 或有求不遂心 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 再一等 他自己看了这些书 看魔了 他也想一个家人 所以编了出来取乐 何尝他知道 那士幻读书家的道理 别说他那书上 那些士幻书理大家 如今眼下真的 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 也没有这样的事 别说是那些大家子 可知是揍掉了下巴的话 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 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这几年我老了 他们姊妹们住得远 我偶然闷了 说几句听听 他们一来就忙些了 李薛二人都笑说 哎哟 这正是大家的规矩 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 给孩子们听见 凤姐走上来真久笑道 爸 爸 酒冷了 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 再掰晃 这一回就叫做掰晃祭 就出在本朝本地 本年本月本日本时 老祖宗一张口 难说两家话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是真是黄 且不表 在整那关灯看戏的人 老祖宗 且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 看两出戏之后 再从左朝化言掰起如何 她一面真久 一面笑说 未曾说完 众人拒疑笑道 两个女仙 也笑个不住 都说 奶奶好刚口 奶奶要一说说 这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了 薛姨妈笑道 你少信头些 外头有人 比不得往常 外头的只有一位真大爷 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 从小一处淘气了这么大 这几年因做了亲 我如今递了多少规矩了 便不是从小的兄妹 便以博书论 那二十四孝上 班一细彩 他们不能来细彩 引老祖宗笑一笑 我这里好容易饮得老祖宗笑了一笑 多吃了一点东西 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 难道反笑话我不成 贾母笑道 可是这两日 我竟没有痛痛地笑一场 倒是亏她 才一路笑得我心里痛快了些 我再吃一种酒 吃着酒又命宝玉 也敬你姐姐一杯 凤姐笑道 不用她敬 我讨老祖宗的瘦吧 说着便将贾母的酒拿起来 将半杯剩酒吃了 将杯递与丫鬟 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了一个上来 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 另将温水浸着带换的杯 蒸了心酒上来 然后归座 女仙回说 老祖宗不听这书 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吧 贾母便说道 你们两个对一套将经令吧 二人听说 盲和弦暗调拨弄起来 贾母音问 天有几更了 众婆子忙回 三更了 怪到寒静静的起来 早有众丫鬟拿了天换的衣裳送来 王夫人起身笑说道 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 地炕上倒也罢了 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 我们陪着就是了 据这样说 不如大家都挪进去 岂不暖和 孔里坚坐不下 我有道理 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 只用两三张并起来 大家坐在一处挤着 又清香又暖和 这才有气 说着便起了席 众媳妇忙撤去残席 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 另又添换了果篆百好 贾母便说 这都不要居礼 只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 说着便让薛礼正面上座 自己西向座了 叫宝琴代玉香云三人 接锦衣左右坐下 向宝玉说 你挨着你太太 于是行夫人王夫人之中 夹着宝玉 宝钗等姊妹在西边 挨刺下去便是楼氏带着贾君 游氏李丸夹着贾兰 下面横头便是贾荣之妻 贾母便说 贾哥带着你兄弟们去吧 我也就睡了 贾真忙答应 又都进来 贾母道 快去吧 不用进来 财做好了 又都起来 你快歇着 明日还有大事呢 贾真忙答应了 又笑说 留下荣儿真酒才是 正是 忘了他 贾真答应了一个事 便转身带领贾连等出来 二人自是欢喜 便命人将贾从贾黄 各自送回家去 便邀了贾连去追欢买笑 不在话下 这里贾母笑道 我正想着 虽然这些人取乐 既没一对双拳的 就忘了荣儿 这可全了 荣儿就和你媳妇坐在一处 倒也团圆了 因有媳妇回说开信 贾母笑道 我们娘们正说的兴头 又要吵起来 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 也罢 叫他们且歇歇 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 就在这台上唱两出 给他们瞧瞧 媳妇听了 答应了出来 忙得一面拙人往大官员去传人 一面二门口去传小私们伺候 小私们忙至戏房 将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 只留下小孩子们 一时 离乡院的教习 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 从游郎脚门出来 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 因不及台乡 姑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艺 包了来 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 只垂手站着 贾母笑道 大正月礼 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 你等唱什么 才刚八出八异 闹得我头疼 咱们清淡些好 你瞧瞧 薛依太太 这李沁家太太 都是有戏的人家 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 这些姑娘 都比咱们家姑娘 见过好戏 听过好曲子 如今这小戏子 又是那有名玩戏家的班子 虽是小孩们 却比大班还强 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 少不得弄个心样的 叫方官唱一出寻梦 只提琴与管销合 声敌一概不用 文官笑道 这也是的 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 姨太太和亲家太太 姑娘们的眼 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 再听一个喉咙扒了 正是这话了 李沈薛依妈洗的都笑道 好个灵头孩子 她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 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 又不出去做买卖 所以竟不大合时 叫奎官唱一出惠名下书 也不用磨脸 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了书一发了 若省一点力 我可不依 文官等听了出来 忙去扮演上台 先是寻梦 次是下书 众人都鸦雀无闻 薛依妈音笑道 实在亏他 戏也看过几百般 从没见用销馆的 贾母道 也有 只是像方才 西楼楚江情一支 多有小声吹销和的 这大套的实在少 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 这算什么出奇 纸香云道 我像他这么大的使节 他爷爷有一般小戏 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 即如西香记的听琴 玉簪记的琴挑 续琵琶的胡佳十八拍 竟成了真的了 比这个更如何 这更难得了 是 家母便命个媳妇来 吩咐文官等 叫他们吹一套登月圆 媳妇领命而去 当下贾荣夫妻二人 捧酒一寻 凤姐因见贾母十分高兴 便笑道 趁着女仙们在这里 不如叫他们击鼓 咱们传媒 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 这是个好令 这是个好令 正对时对警 还要雅俗共赏 不如谁输了 谁说个笑话吧 众人听了都知道她速日善说笑话 醉是她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 竟然如此说 不但在习的诸人喜欢 连地下服饰的老小人等 无不欢喜 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 找姐换妹地告诉她们 快了听 二奶奶又说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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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 于是戏丸月霸 贾母命将些汤点果菜 与文官等吃去 便命响骨 那女仙们皆是惯的 或紧或慢 或如残漏之堤 或如蹦斗之急 或如精马之乱池 或如极电之光而忽暗 其鼓声慢 传眉已慢 鼓声急 传眉已急 恰恰至贾母手中 鼓声呼住 大家呵呵一笑 贾荣忙上来斟了一杯 众人都笑道 自然老太太先洗了 我们才拖来先洗 是 贾母笑道 这酒也罢了 只是这笑话 倒又写个难说 众人都说 老太太的比风景的还好还多 少一个我们也笑一笑 并没有什么新鲜发酵的 少不得老脸皮子厚的说一个罢了 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 娶了十房媳妇 唯有第十个媳妇最聪明伶俐 心巧最乖 公婆最疼 承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 这九个媳妇委屈 便商议说 咱们九个心里孝顺 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 所以公公婆婆老了 只说她好 这委屈向谁诉去 大媳妇有主意 便说道 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 和阎王爷说去 问她一问 叫我们脱生人 为什么单单的 给那小蹄子一张乖嘴 我们都是笨的 众人听了都喜欢 说这主意不错 第二日便都到阎王庙里 来烧了香 九个人都在贡桌底下睡着了 九个魂 专等阎王驾到 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到 正着急 只见孙行者 驾着金斗云来了 看见九个魂 便要拿金箍棒打 吓得九个魂 忙跪下央球 孙行者问缘故 九个人忙细细地告诉了她 孙行者听了 把脚一跺 叹了一口气道 这缘故 幸亏遇见我 等着阎王来了 她也不得知道的 九个人听了 就求说 大声发个慈悲 我们就好了 孙行者笑道 孙行者笑道 这却不难 那日你们周里十个脱生时 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的 一味撒了泡尿在地下 你那小婶子便吃了 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 有的是尿 再撒泡 你们吃了就是了 说必 大家都笑起来 凤姐笑道 好的 幸而我们都笨嘴笨塞的 不然也就吃了猴尿了 游氏楼氏都笑向李婉道 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尿的 别装没事人 薛姨妈笑道 笑话不再好歹 只要对警就发笑 说着又急起鼓来 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的笑话 便悄悄地和女仙说明 以咳嗽为计 虚语传指两遍 刚到了凤姐手里 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 女仙便住了 众人其笑道 这可拿住她了 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 别抬头的人笑得肠子疼 凤姐想了一想笑道 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 和家赏灯吃酒 珍珍的热闹非常 祖婆婆 太婆婆 婆婆 媳妇 孙子媳妇 虫孙子媳妇 亲孙子 直孙子 虫孙子 虎孙子 嘀嘀答答的孙子 孙女 外孙女 仪表孙女 孤表孙女 真好热闹 众人听她说着 已经笑了 都说 听书贫随 又不知编排哪一个呢 就是 游氏笑道 你要招我 我可撕你的嘴 凤姐起身拍手笑道 人家费力说 你们混 我就不说了 家母笑道 你说你说 底下怎么样 凤姐儿想了一想 笑道 底下就团团地 坐了一屋子 吃了一夜酒 就散了 众人见她 正言立色地说了 别无他话 都正正地 还等下话 只觉冰冷无味 石湘云 看了她半日 凤姐儿笑道 再说一个 过正月半的 几个人 抬着个房子 大的炮仗 往城外放去 引了上万的人 跟着桥去 有一个兴急的人 等不得 便偷着拿着香 点着了 只听 扑哧一声 众人轰然一笑 就散了 这抬炮仗的人 抱怨卖炮仗的 汗得不结实 没等炮 就散了 湘云道 难道 她本人没听见响 这本人 原是笼子 众人听说 一回响 不觉 一起诗声 都大笑起来 又想着 先前那一个 没完的 问他 先一个怎么样 也该说完 凤姐儿将桌子一拍 说道 好啰嗦 到了第二日 是十六日 年也完了 节也完了 我看着人 忙着收东西 还闹不清 哪里还知道 底下的事了 外头已经四更 依我说 老祖宗也乏了 咱们也该 笼子放炮仗 散了吧 游士等用手帕子握着嘴 笑得前仰后合 指她说道 这个东西 真会数平嘴 家母笑道 真今儿这缝丫头 越发平嘴了 一面说 一面吩咐道 她提起炮仗来 咱们也把烟火放了 节节酒 贾荣听了 忙出去带着小丝们 就在院内安下平架 将烟火射掉其被 这烟火 结系各处进贡之物 虽不甚大 却极精巧 各色故事俱全 夹着各色花炮 林黛玉摒弃柔弱 不禁弊薄之声 贾母便搂她在怀中 薛姨妈搂着香云 香云笑道 我不怕 宝钗等笑道 她专爱自己放大炮仗 还怕这个呢 王夫人便将宝玉 搂入怀内 凤姐笑道 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 游氏笑道 有我呢 我搂着你 也不怕嫂 你这回子又撒娇了 听见放炮仗 吃了蜜蜂似的 今儿又轻狂起来 凤姐笑道 等散了 咱们园子里放去 我比小丝们还放得好呢 说话之间 外面一色一色地放了又放 又有许多的满天星 九龙入云 一声雷 飞天石响之类的零碎小暴肿 放罢 然后又命小戏子 打了一回莲花烙 撒了满台钱 命那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 又上汤时 贾母说道 夜长 觉得有些饿了 凤姐忙回说 有预备的鸭子肉粥 我吃些清淡的吧 也有早熬的精米粥 预备太太们吃斋的 不是油腻腻的 就是甜的 还有杏仁茶 只怕也甜 倒是这个还罢了 说着 由命人撤去蚕袭 外面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 大家随便吃了些 用过数口茶 方赛 十七日一早 又过宁府行礼 伺候演了宗词 收过影像 方回来 此日便是薛姨妈家 请吃年酒 十八日便是赖大家 十九日便是宁府赖生家 二十日便是林芝孝家 二十一日便是善大梁家 二十二日便是吴欣登家 这几家 贾母也有去的 也有不去的 也有高兴 只待众人散了 方回的 也有幸尽 半日一时就来的 凡朱亲友来请 或来复习的 贾母一概怕拘束不会 自有行夫人 王夫人 凤姐三人料理 连宝玉 指出 王子滕家去了 愚者一接不讳 只说贾母留下姐们 所以 倒是家下人家来请 贾母可以自便之处 方高兴去逛逛 闲言不提 其说 当下 元宵已过 听友您好 欢迎您回来 我是在这儿 陪您读 《红楼梦》的张国立 这一回啊 贾府全家欢度元宵节 开场唱大戏 唱的戏 叫八亿观灯 观灯 是八亿这出戏中的一出 八亿 是明代戏曲家 徐元创作的传奇剧本 讲的是春秋时期 晋国全臣图案古 杀害赵顿全家 只有孤儿赵武幸存 后来赵武长大成人 为家人报了仇 在此期间 有八位义士帮助过赵家 所以叫做八亿 这出戏 在那个时代啊 属于那种吵吵闹闹的热闹戏 看戏的时候 贾母问 习人怎么不出来伺候啊 王夫人就赶忙解释说 习人有热笑在身 不方便到前头来 旧时候啊 把刚刚遭遇的父母丧事 称作热笑 一般要持续一百天 在此期间 孝子要披麻待孝 不能剃头发 也不能外出 此前 习人的母亲去世 她还在扶桑期间 所以叫热笑在身 不方便抛土露面 贾母就说了 在主子面前 还讲什么笑不笑的呀 这就是说呀 习人和父母的关系 没有习人和主子的关系重要 对主子叫忠心 对父母叫孝心 忠孝他不能两全呢 那主子就更重要 这就是当时人的伦理要求 贾母说完了话 大家继续看戏 这个时候 来了两个说书的女艺人 要给贾母他们说一部 叫凤囚鸾的书 贾母听完了剧情介绍 很不满意 讲了一大段 批评这类作品的话 贾母说的这段话呀 其实是作者借贾母的口 表明自己对财子佳人 这类题材的态度 明清两代的财子佳人作品 为什么招人讨厌呢 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个套路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多情小姐后花园 落难公子重状元 剧情基本上是 某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到了一定年纪 开始少女怀春 这个时候 她一定会碰到一个 落魄潦倒的穷书生 俩人还一见钟情 中介还一定有个小丫鬟 帮他们穿针引线 辅助他们谈恋爱 爱到死去活来的时候 一定会有个小人作乱 要么就是家长反对 要么就是穷书生一病不起 要么是有别的大户人家 要娶着女主角 总之男女主角的爱情 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 不过你别担心 男主角一定会进京赶考 而且一考就能考中状元 她衣锦还乡 娶了那位大家小姐 两个人从此过上了 无忧无虑的生活 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贾母这种听了一辈子 戏曲和说书的人呢 对这些才子家人的套路 太熟了 早就厌烦了 所以一听说书人 介绍完剧情 她就开始疯狂吐槽 可是吐槽归吐槽 元宵节咱还得继续过呀 贾母就让贾府里养的 那十几个小戏子过来 唱一唱戏 小戏子说我们唱戏水平一般 大家不过是听我们一个 发脱口齿罢了 发脱口齿是指唱戏时的 发声吐字 这些稚嫩的小戏子呀 可以给贾母他们 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 好了 我是陪您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咱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欧丽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 《红楼梦》的第五十四回 这一回其实是前一回 荣国府元宵开业宴的 后续发展 大家继续吃酒 看戏 除了穿插一些小细节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凸显 贾母极其卓越的智慧和品味了 你看回幕上所拟定的史太君 破臣府就讨 只是其中之一 而年节到了元宵这一天 也就走到了尾声 在这个过程中 主要是由凤姐说笑话来串场 收节 可以说是这一场欢乐节庆的灵魂人物 回幕上所说的 王熙凤笑细惨搬衣 就是指凤姐演出的压轴好戏 讲完了这一回的概要 现在我们就要集中于 史太君破臣府就套的这一段 看看曹雪芹特别透过贾母的评论 来充分说明 他们贵族世家 之所以非常反对财子家人小说的原因 很多人不明就里的以为 这段情节是反映了贾母的迂府保守 所以不赞同自由恋爱 自主婚姻 可其实啊 恰恰相反 曹雪芹是要把他反对财子家人小说的理据 以一次完整的解说清楚 其中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属于故事内容上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属于那些作家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就先看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吧 那么这些故事的情节内容有什么问题呢 主要就是不合情理 而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大大偏离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 以致处处违背真正的情况 那么上层阶级的真正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又可以分为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 这两个重点来说 第一 以意识形态而言 故事中的家人都是上书宰相的掌上明珠 也都是示唤书香之家 知书达理的小姐 教养良好 洁身自爱 那么就应该严守父母之命的规训 不会轻易的私情相许 私令终身 前面第一回说得很清楚 这种私情就叫做淫烂 属于罪大恶劫的道德败坏 所以 蒋姆才会说 一个小姐做出这样的事 就不算是家人了 第二个 除了意识形态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生活形态 贾母啊 说得很对 她说 这样大家人口不少 奶母 丫鬟 服侍小姐的人 也不少 所以说 根本不可能出现财子家人 只靠一位婢女 就可以按通 款取的情况 确实 你看贾家上上下下 就有上限的人 每一位小姐身边 随时都有二三十个女仆来服侍 包括大丫鬟 小丫头 老妈妈 连夜间 都是如此 哪里可能让一个红娘操纵全局呢 而且 只有一位婢女服侍的姑娘 连贾家的姨娘都比不上 怎么能算是千金小姐呢 由此可见啊 这些爱情故事的作家 是用一般平民的想象力去虚构情节 大家想一想 难怪贾母会这么不以为然了 然而 贾母卓越的眼光 又不只是看出故事内容的破绽而已 那是出身大家族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贾母真正最厉害的地方 是她洞察到这一类小说 作者的写作心理哦 因此她很犀利的指出 这些作家之所以会这样写小说的原因 关于这一方面 贾母又提出了两个重点 第一 贾母说 这些作家是嫉妒富贵人家 所以不惜把闺秀污蔑成这样不守富道的家人 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而这可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哦 现代的学者的研究都指出 明清时期 这些才子家人小说大为流行 他们主要的写作者 就是中下层的文人 他们和书商配合 大量生产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而自己呢 也可以借此获取报酬来维持生计 从人类的心理来说 确实很可能对富贵之家产生忌妒 难怪写起千金闺秀来就完全脱轨 成了个烈化的 娼妓化的家人 不过 即使没有这种嫉妒心理 其实 才子家人小说 也还是很容易出现贾母 所批评的问题 因为 那些作家 确实没有富贵世家的经历 完全不了解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 和生活形态 最多 他们只能了解爆发户 这么一来写起侯门大家时 当然就只能用自己的情况去描写 那就势必会把 龟秀千金写成了小家碧玉 而成为贾母的笑柄 第二呢 贾母又注意到 这样的写法 反映出那些小说家 用这种方式 得到内心欲望的满足 也就是说 其中 有一种补偿心理 这一点 也是非常深刻的洞察 大家想一想 当这些穷酸文人写作的时候 自己啊 就化身为书中的才子 轻而易举的和大家 闺秀谈起了恋爱 那不就像是在做白日梦一样 当下可以得到现实中 不可能发生的快感 那当然 也就得把家人写成这么容易一见钟情 才能达到这种心理的满足呢 讲到这里 我们发现 原来贾母 居然是一个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他对才子家人小说的批判 是面面俱到 强而有力 可以说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小说评论 而才子家人小说的问题核心 就在于阶级差异 这是导致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么说来 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 就不应该用现代的价值观去看待 否则啊 又会被知焰斋嘲讽为 装浓尽精了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